春節過年除了和家人團聚 少不了要走春拜年 這時候你手中的智慧型手機 可以下載一些春節應景的使用APP 春節的一大重點就是發紅包 現在還能用更科技的方式 發出你手中的紅包 大陸帶起的數位紅包熱潮吹到台灣 國內有銀行業者推出發紅包服務 透過通訊軟體就能送出一包包的紅包 甚至能直接在家族對話群組中 發出多包紅包 讓所有親人一起搶紅包 其實它的運作原理和一般網路銀行轉帳相似 例如Line的一卡通 或是本土業者台灣配 也都能讓你在過年靠手機發紅包 不過多了巧思就成趣味發紅包的超科技 在除夕夜當天的晚上8點到9點 是一個發紅包的很高峰的時段 那平均每年大概都可以發到2萬個紅包 我們一直在發想怎麼樣讓我們的用戶 或我們的好朋友們用科技 很新潮的來過年 如果你覺得線上數位紅包不稀奇 也有手機軟體業者反過來從線上轉工線下 與電信業者及超商合作 讓你能自製紅包袋 只要利用APP畫出範圍 就能自動幫你把照片去背 接下來你只要調整紅包的構圖 就能夠上傳雲端 到便利商店列印成專屬紅包袋 除了讓對方收到錢 還要讓他體會到你滿滿的祝福心意 用一些AI技術去偵測這個物件 從原本的照片裡面去萃取出來 然後再接上這些過年的元素 然後把它變得比較喜氣一點 然後去做一點AR的應用把它套在一起 最後再到線下的輸出 可以直接在便利商店 就可以輸出個人的紅包袋 台灣人還是非常的習慣 還是在過年的時候 還是收到一個實體紅包 我覺得會特別顯示他用心吧 因為他是獨一無二的 每個紅包都是自己創造 然後得花一點時間 一些巧思 舉例來說你過去像銀行很喜歡送 某某銀行這紅包袋 那是你不會用嘛 那個東西 但是如果你今天弄點巧思 多一點設計 這樣子接收度也比較高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可以做 有可以這樣子發想非常多 那還是蠻初期的 可能看未來的發展吧 3C達人推薦 年節必備春節感 十足的相機濾鏡 只要一滑就能瞬間變成 宮廷巨人物 或是換上大紅色 喜氣洋洋的相框 有的甚至能讓你在四周 隨心佈置小彩帶 替自己和家人製作出一張 充滿繽紛色彩的拜年專屬貼圖 鼠年的拜年的文字啊 甚至於很可愛的一些 小的塗鴉筆的那個樣式 就做自己專屬的自己的圖像貼圖 我覺得會比較有趣 那其實製作的話 APP其實非常多 我心裡查詢就是賀卡APP 賀卡這樣子的關鍵字 其實有非常多產生器 不過稍微要注意一下 我還是覺得有些品質 可能好壞差蠻多 有自己習慣的這些拍照軟體 跟後製軟體 它上去它過年的時候 通常也都會有過年特殊的樣板 跟相框 那大家也可以應用這樣子 其他例如觀看塞車路段的 古道高速公路APP 或是與家人同樂遊玩的小遊戲 都是春節期間 可以增添年節氣氛的 好用免費軟體 但更重要的是 記得在連假時 好好把握與家人相處的機會 進入黃金螢丘旅行 楊超成特幣報導